處理其實很麻煩,不如用正列 那所謂正列是說 我這個變數呢,我把它切 有點像一個房子喔,我把它怎麼樣呢 做隔間嘛,比如說我要分給八個人住 那我怎麼樣,把它隔間一下 那隔間之後的話呢,以後反正就是 同一戶的名字嘛,對不對 地址都一樣啊,那要找八個人比較簡單一點點 所以呢,你不需要再給八個地址啊 八個地址的話,你到時候 要找八個人就麻煩 所以正列的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呢,我們也是一個蘿蔔一個坑 反正一個正列,它從零開始 零到七,所以會有八個 那我怎麼去放置這些資料 其實特別注意,第一個 我要先把游標放在哪裡呢 放在我們的銷貨單上面 所以這一行各位應該看得懂吧 序詞有沒有 序詞之後的話,後面就是加上我的 什麼銷貨名系,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呢,我要先 在這個銷貨名系上面 我要先把游標放在這個位置上面 點select 然後的話呢,如果說我判斷什麼呢 判斷if range b b欄的意思 然後呢,它最後如果是 65535 的話就是等於1 反之的話呢,就是 最後一個儲存格的值 那把這個值丟給J 那你會想說,老師這個動作到底做什麼 我用實際上的這個結果給各位看 大概就知道了 我們在消耗名系裡面,如果你是第一次有沒有 如果完全不輸入資料的話 那我就在B欄,其實A欄也可以啦 B欄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按Ctrl向下 Ctrl下的意思指的是什麼 就是在這個範圍裡面的最盡頭 最下面的那一個儲存格在哪裡 Ctrl向下 你會發現跳到哪裡呢 65536 對不對 不過特別注意,因為我們的檔案是 XLS XLS是2003的 2003最多就是只有6536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那個 2007 你定存心檔存為XLSX的話呢 那這個6536的數字你可以改 改成100多萬吧 也會有個數字 你就按Ctrl向下 它就跳到最後一筆 OK,那Ctrl向上就回到剛剛 那我把它Ctrl一下 如果今天有資料 那我怎麼知道現在到第幾筆 其實一樣嘛 你可以怎樣呢 直接其實用點B1 或者直接這樣選都可以 我點一下B1,按Ctrl向下 有沒有發現 它現在儲表停在哪裡呢 停在這一個第七列的位置 那我就知道第七列 那我如果要下一列怎麼辦呢 就把第七列加1就好了嘛 對不對 而且我也知道現在的單號是多少 下一個單號就加1就可以了 所以呢這個動作呢 Ctrl向下的動作呢 實際上在程式撰寫裡面呢 就是叫做什麼呢 就是叫做Range.End End的意思就是Ctrl向哪個鏡頭 上下左右的鏡頭都可以 然後呢 哪個方向 XDown.Row 如果這個地方 6536就等於是一筆都沒有的意思了 然後如果是有資料就到哪一筆 我們舉的J 接下來的話呢 就是切 再切回到哪裡呢 銷貨單的這個工作表 然後呢 分別把資料儲存起來 因為我A0到A7嘛 所以你要對應一下 這個位置的話 可能自己要稍微看一下 B2一直到G4 反正就是我們要的那 八個欄位的資料 對應到A0到A7 那把它存起來 這個正列實際上就是暫存嘛 對不對 暫存之後 接下來的話呢 再切回去 切到銷貨 明細的時候的話 你要做什麼動作呢 分別把資料呢 放到裡面去 那放過去的方法 當然呢 我們可以用什麼方式呢 用回圈的方式來做會比較快 不過呢 第一筆資料的話 我們是放在J J加1 為什麼J加1呢